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 大部分都是在台湾制造国产的 这个先备车 除了Mazda 2之外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进口的车款上面 有哪一些又省油 然后表现上又不错的一些 进口小车可以选择呢 罗哥 对 我们这边列出来 Fugio 308还有福斯的Golf 那当然啦 其实在价位上面 这两台都是超过90万以上的 但是我们想就是 你如果说 这个在车型上面 比较接近我们今天讨论的 行的话 但是我想 我还是对欧洲车很有兴趣的话 那这两部车是 的确可以值得考虑 那像Fugio 308它用1.2的引擎 它现在都是当塞型涡轮 在欧系来讲 都是这样的趋势 所以它一公升还可以跑 17.2公里 而且我们知道308它的 方向盘设计很酷 还有iCarpet 它的仪表是比较高 方向盘小 然后在底下 而且它也是非常强调一个 驾驶乐趣的法国车 那当然因为 法国车在国内的数量 比较少一点 所以大家可能在路上 能见度稍微低一点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Golf Golf大家就熟能详了 那这部车会有20.6公里的 每公升这个油耗 其实是它之前进的 那个1.0的三缸的那个版本 你现在如果去福斯的网站看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没有在卖 1.0 TSI这个版本 那你现在去查都是1.4的 280系列的 它价格也大概都要90万以上 但是呢 它的配备就显然又比 我们的国产车要好多了 譬如说它的那个荧幕 也有支援Carpet 而且还支援手势 也有手势了 对 然后也有那个iQ Drive 就是先进 比较先进的这些 安全辅助的这些驾驶系统 都进来了 那原则上其实Golf呢 是车型比较更大一点的啦 已经比这个还要大 以前我们常常拿Golf来对的是什么 是国产的Civic 对 当然我是说20年前的历史了啦 对那所以说这个车子是 稍微车场也稍微大一点啦 不过你真的是想 你会喜欢的欧洲车的话 这个名单就会跳出来 Golf当然是每个人 都很想要拥有的 尤其是一些 就是收入比较好一些的 年轻的朋友 年轻人 都觉得说 我要开台欧洲车 第一首选就是Golf 那我们看到啊 如果说以这种 多位型的用车来讲啊 油耗你摆在第一位考量的话 在这个能源局 所公布的排行里面啊 有一款车就相当细精 那就是Toyota的Prius 那请智希带大家看一下 这款Prius 它在这个油耗的表现上 真的相当出色哦 对 没错 每次到了这个油电车 就到我的领域啊 Prius呢 是去年能源局 公布最省油的燃油车款 就是不包含什么纯电啦 Plug-in的Hybrid这种 每公升可以跑26.7公里 已经非常出色 比什么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啦 柴油啊都还要来得强哦 那这个车为什么受欢迎呢 其实Prius已经是 第四代的一个车型 导入台湾 而且呢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讲过 它是一个把 Prius这个车型哦 往往都是丰田集团 一个火力展示的代表 什么意思 就是它代表一个创型 代表一个科技 所以会把很多的好料 都放在上面来推出 例如 它是台湾导入的 第一款TNJ平台新车 以及它是第四代的Hybrid系统 那第四代的系统呢 它一样是维持这个 串并联混合式的油电系统 这个好处呢 就是你的引擎 不会只是帮电池充电 或者是 例如并联的引擎 你的马达不会只是 辅助引擎来处理 它可以做很完整的一个切换 可以单独输出驱动轮 可以做充电 可以油电齐放 统统都可以 所以它在122匹 这个还不错的性能输出之下 油耗也有26.7公里 非常出色 那在去年 台湾也有进行小改款 包含导入像是 大家看到这个百病的头灯 车头车尾 过去好像觉得 长得有点太猎奇 稍微把它做得 符合大家的口味一点点 那车头车尾的造型的变化 以及它多了 这个Qi的无线充电 便利性配备 稍微再多一点 那车型的 大概它的造型 基本上还是维持一样 非常的有特色 前卫 这样的一个车格大小 我觉得在都会使用 基本上也是没什么问题 再加上它也有 很完整的TSS的系统 ACC的跟车 这些功能 通通都是有的 所以我认为 它使用起来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也是一款 CP值相当高的 这款的选择 可是大部分 如果你要选择这样子 都会小车 这些小资族 或者是在你的购车的一些预算上面 有一些考量的话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花越少的钱 能够买到CP值越高的车款 就越好啦 我们要听一下昆辰哥 来告诉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 甚至于你现在准备要入主 这个都会小车的朋友 应该要在哪些方面呢 可以稍微的有一些小资本可以省到钱呢 既然是小资族 小资族我们听说 第一个它在经济场 它很会比较 资助比较一点 那在预算上会比较 会比较讲究一点 那我觉得是这样 那小资族通常也可能 大部分十之八九 它大概可能是 通常是买第一部车 那我觉得 买第一部车 你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买 口碑市场口碑比较好的 那因为什么 因为口碑好 你口碑好 就是表示大多数人开 然后大多数人开 你将来保值 保值 然后这样要脱 要卖掉的时候保值性高 你还可以在 在从你卖掉的转手之中 还可以再有 对 你的头期款相对也会比较多一点 对 这是第一个 就是买市面上口碑好一点的 这样对自己将来要脱手的时候 比较有一个保证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维修成本上 维修成本上 我觉得因为一般小资族 可能对车不是这么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 一样回归到口碑好 然后市面上大多数人开的车子 因为第一个 你在外面不管是你的维修成本 维修保养成本都会会相对相对来讲 会比较节省一下 要不然如果你说买的话 我买个人比较有个性的 品味化的 对虽然是很不错 但是在你的维修成本就会稍微偏高一点 对对对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需要 因为你第一次买车 第一次买车或是你是小资族 所以我觉得你在头期款上 你在头期款的规划上 有些是可能会比如说低投款 零利率怎么样 我觉得要根据你自己的收入 跟他的理财的专案去搭配 如果你真的是 你觉得你的每个月收入不是很充裕 那我觉得应该是说 现在车厂有那种低投款 但是低投款不见得 通常相对来是比较利率比较高一点 所以可以我觉得 因为现在是买方的市场 那买方市场呢 我觉得可以跟 可以去谈论去讨论 那通常你可以讨论到 也许可能比如说 五年六十起的零利率 我觉得相对来讲 对来讲会比较有保障 不要因为低投款啊 那觉得一刚开始我买车 门槛比较低 会什么零利率啊 对对对 艾达是不是有人讲说 如果你只要看电视啊 他那个广告很多什么 什么乙式什么权嫌啊 或什么什么 那广告越来越多的时候 表示那时候去买车 是不是会比较省一点点 就是相对来讲 价格上面可以 可谈性比较高 这样说好了 汽车在销售的时候 是一个名码 名价的一个销售 大概可以谈论的一些 折价空间 你有时候上网找 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但有没有比 你问到的神单 还要更厉害的 有 其实是有的 就是冠宜刚刚讲的 这个电视广告出现说 买车送什么乙式全显 秉式全显的时候 为什么 车商不愿意把价格降下来 破坏它的行情 它宁可送你乙式全显 我们知道一个乙式全显 像这种六七十万的车来讲 一年大概也要三万块起票 相对而言 你买这台车 等于就多折价了三万块钱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 更好的入手的时机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像坤城刚刚讲的 很多入手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保险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